深夜还在看那个市族的时候 亮哥突然捎了一个消息 那汉田议员你可以听听看 亮哥他说根据他所掌握 听到一些来自于民进党内部的消息是讲 志文灿由于在这一次的 抚选失利 然后论文又栽了这么一个坑 导致他现在目前确实 有可能会放弃选党魁 因为是压力所致 那他说可是那 大家在讨论组隔这件事情 会落在什么时候呢 他说过年前会宣布 由陈建仁来组隔 那党主席的部分 那赖清德怕到时候在2024 有存在任何的不稳定因子 所以可能迫于压力 跟必须要铲除变数之下 他听到的说法是 他可能要来参选党主席 对于这样的一个点兵点将 汉田议员你听起来是很怎么样 最后谁要参选党主席 赖清德 赖清德要来参选党主席 对 陈建仁如果阻隔 卡到位置的时候 赖清德就被迫一定要来选党主席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施明德讲的 这就是各派系在巧 因为当初本来说 我们先看一下他这篇文章 对 他的这篇文章 他算是前后一贯 他前面讲说失败的主因之一 就是大家都在巧 那现在听说的又都在巧了 所以他才出来反对 那实际上败选的主因 真的是大家都来巧吗 其实不是 否则你说就算台中 蔡其昌 我不知道跟谁 办了初选 那难道赢得了卢秀燕吗 对吧 那新北就算是办了初选 难道赢得了侯友宜吗 或者在新竹 桃园好不好 那就算有了初选 那依照当时的状况 仍然会是林志坚胜利初选 可能性仍然很大 而尤其对老百姓来说 才不管你民进党 到底内部有初选 或者是没初选 所以这篇文章 我相信以施明德的这个智慧 绝对不会讲 绝对不会看不出 初选根本也不是败选的主因 主因当然是别的 但为什么要特地点呢 因为主要是呼应说 现在也在瞧 他拿说你们过去在瞧失败了 所以现在还在瞧也会失败 干脆说别瞧了 这才是他现在所说的 那么现在在瞧什么呢 就是党主席的位置 本来呢是要预留给 亲近蔡英文的郑文燦 然后呢 格奎呢是要就可以留给 这个什么陈建人或者留给谁 就是由不同的派系 也是比较清晰系的啦 然后也可以给这个新潮流啦 然后或者什么郑国会的 纷纷都要站到一个不同的位置 所以在施敏德看起来才会说 你们怎么还在 在分每一个派系去分赃呢 这样分赃下去 就算各个派系都分得到位置了 但是不见得是人民最喜欢的 那他说人民觉得最喜欢是谁 觉得是赖清德 因为现在你们所谓的各派系分 那讲白了就是要 暂时卡住赖清德啊 否则曾经也一度传出说 潘孟安应该要来接这个党主席 那为什么不愿意让潘孟安呢 因为潘孟安是支持赖清德的嘛 本来说如果潘孟安来接党主席 会有利于未来呢 这个赖清德在选举上面的一些布局跟规划 但为什么后来好像就变成 郑文灿圣销成上 好像就变成郑文灿就比较理所当然 这当然是因为民进党我们都知道 蔡英文主要的目的就是卡赖 那当然是因为为了要服从小英的意志 因为小英还是毕竟很有影响力的 而且如同刚才上这个所说 蔡英文已经扣下了一顶大帽子 要所谓中生代接班 那你中生代点来点去 不就是蔡英文比较亲近的这几个人吗 因为潘孟安也不能算是中生代 他已经这个比较年长一点了嘛 所以蔡英文的这句话 其实表明上说是接班 但实际上也不是表明什么 实际上他还是要让自己的权利 能够获得最大的运用 否则他选前怎么没有这个 非常的仰赖中生代 反而是选后了就把锅子一甩 那也不是真的在甩锅 实际上是自己还要留有操控的余地 所以目前呢像施明德这些人 或是民进党比较这个中心的支持者 担心受怕了就是小英的死抓了权力不放 没有过度释出 没有释出这个权力转移给赖清德 那么民进党的支持的比较希望 都是蔡英文能够赶快的放权 把权力和平的转接给赖清德 那对绿营的未来才会比较有希望 呃 施老师我想问你的是 那请问赖清德到底要避免什么样的不稳定因子 或是避免什么样的trouble出现呢 因为现在有听说邮英龙他也喊出来嘛 2024蔡英文可能还在铺陈 希望可以用协调共识推人选 还可能不是赖清德 当然邮英龙用了很重的话 他说根本就是一群土匪在治理民进党 真的还有变数啊 OK 是 没错 我们先讲一下说历史上 民进党建党以来 类似的情况大概到目前是第四次 第一次是谢长廷跟阿扁要选台北市长 那一次呢 谢长廷还在征询意见的时候呢 阿扁已经私下跟新潮流结盟了 所以到后来两千年以后 你那新潮流 虽然他不喜欢新潮流 但是还是要重用新潮流 好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 照说应该是许信良的才对 阿扁应该还没有资格 那后来到黄信介那边去瞧 其实黄信介的事其实是 对阿扁是有一些意见的 不过话要说来 比较老的人更敢拿在这里 OK 好 那第三次是上回连任的时候 就是我们回头讲说 本来照说 这个我们看到民调来讲 其实小英的民调是西咖的 那所有的民调都应该是赖神 然后赖神老行窄窄 你跟他讲什么 他认为不会 那后来怎么会边打边改 游戏规则奥博尽出呢 我想小英有那样的前科 坦白讲那是我们当老师的是很难 你知道教小孩子的 但是他就比较高兴 所以你觉得他不会顾忌从事吗 我觉得会 好 接着下来讲说 那到底这个会面对什么呢 好 那有没有可能林嘉隆跟赖神合作呢 有可能啊 因为他们有共同点是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跟小英拍过桌子 OK 所以这个是小英也会防林嘉隆 我刚才讲说 因为总统府秘书长是一个就地看管的位置 绝对不会给他去当党主席的 OK 好 那我会觉得刚才提到说 因为赖神来当这个党主席 我觉得这步棋应该是比较low一点点的 没有人自己黄袍加深 好 我认识啊 站在小英的目标 大战略目标就是 我全力要来围堵这个赖神 然后呢 我的当然是说 如果郑文燦可以上就是一个妥协点 然后真的不行的话 我一个backup 我的yobie就是预备的就是陈建仁 所以说第一个就陈建仁 把他拿去阻隔的话 你知道他就没有用了啊 他本来是可以来当帅的啊 你把他去当一个G干什么呢 我知道当行政院长是因为你也知道 他钱很多嘛 对不对 那是为人作嫁了 我是觉得这样的牌是不太对的啦 OK 我会觉得说应该 照说应该是说 能不能再试试看这个郑文燦 但是郑文燦现在有点断了一只手嘛 那赖清德他们阵营是可以 让郑文燦去当党主席吗 接手吗 好 你现在讲到一点说 那郑文燦 苏贞昌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新潮流最近就是最近几年分作 南流 北流 东流 对不对 好像人员各自归贱 但是在重要关头的时候 会不会就结合起来 郑文燦就回归新潮流呢 或者是说他先骗一下小英 让他当主席以后 然后回去他转头支持赖清德呢 我想天人交战的还是小英啦 因为他现在已经拜咖了以后呢 你这边的水他都不信任啦 但是他自己的人又是骂咖啦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